我们打气场已经累积了很多氧化碳 这个是不会短期间之内的消息 所以五十年之后 可能我们的排放量 要达到地球能够回收的量 在这个时候 燃烧化石燃料的这个事情 就几乎就不是大家能够同行的事 阳光给我们的能量 一个小时传输到地表的能量 也就是人类社会 避免总共发挥的能量 所以其实这个陆地上 你只不需要百分之一的土地 阳光就能够提供给人类社会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阳光跟这个法式代表之间的关系 是真的要取代的 当然阳光带来的是功力 包括在里面 法式燃料 不会是燃料 而是做一些材料的 就是原料来使用 这是人类社会需要 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刚才陈教授说 储存已经不是问题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说 发展Grid 对产生电的人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但是提供电的人 可能就是把一天很多阳光发电就送过去了 但是晚上呢 比如阳光发电的时候 台阶就要发电 晚上发电 或者是像我现在把水碰到织域堂 把一天发电 这个总体还是太少了 所以技术上还是有些要解决的 所以以后 如果台电变得很不一样 如果产生电的 就直接接到台电的网路上面 那台电就有能力 说晚上我发电 白电不发电 这个滑的来马 它其实这个会很贵 这些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刚刚一开始 我有说出我们 这个石化产业 对台湾的能源材料的使用 然后就是到达大概是26、27 就平均了 那夜演有出来以后 事实上你如果相对原有在体验理系 它的成本是相对低的 所以现在当然就进一步 我想你的经济部或石化产业 当然现在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就去平补你的竞争力 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还继续 继续用原有来这个体验理系 那当然就是你的成本就是 刀鱼用烟鱼来体验理系 我想这个是实力过差的 那我昨天今天在开始 我们就提到的是说 这个就会牵涉到台湾的整个 石化产业的牵动问题 因为它其实 它 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的成本一定是 是比例 比例的这个相对高 然后它的工的问题 还有它现在产生 各种比较高工型的问题 这个是要一定来考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我们今天在思考台湾整个产业 还有社会部去转型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非常感谢 我想在场有非常多 一统年龄生的朋友 年轻朋友也非常多 那在台湾还是有希望 我们要找出一个治理的方法 那刚刚几位先进都有提到 实际上一个治理的方法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要有整合协调跟执行的能力 那我想我们今天 不希望一个社会 还落在一个多数战略的阶段 那我们当然是要更深化 社会要关心生活 那当然从各种的发展方向 都有一定附近 那各位持续的关系 还有民众的产品 有资讯的这个方法 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今天 台湾一步一步 往前走 对进步的一个原因 好 那今天我想最后 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今天是我们沙隆 第一次拉到台大的校园之外 那我们下一次沙隆 还是会拉回台大的校园 那我想我们的同仁 工作中间 还是会把相关讯息 发给各位 那以后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下次的沙隆 今天我想非常谢谢李贤院长 和李贤部长 来参加我们的沙隆 做展 好 谢谢各位